吃到什么看 晚间到明天早上的台风假 会在明天有没有机会放下 卡路来了 除了风雨越来越有感 另一个有感的就是北北基 能不去上班上课 今年8月3号放台风假 终于po到平日的周四 五六日是周末 那8月4号能不能有台风假 这样就能一连休四天 因为过去几年不是台风没来 就是台风都挑周末来 2021年9月12号的灿速台风 北北基同步停班停课一天 适逢星期天多数人没感觉 而碰上连放两天的是 2022年9月的轩兰诺 台北正常上班课 新北停班课 但那两天是周末 至于要碰到平日停班课的 要追溯到2019年9月底的 米塔台风 恰好碰上礼拜一等于 周末休两天再加一上班族 当然有点小确信感 只是米塔造成全台12伤 6万户停电 3000多人需疏散撤离 另外也有出现平日台风下 北北基不同调 2018年7月11号星期三 马利亚台风席台 新北达停班课标准 但台北和基隆照常上班课 而双北连续两天 平日停班课的 则要追溯到7年前的美极台风 2016年9月27 28号 席台没机碎是中台 但当时全台造成7死625伤 410万户停电 农业损失超过25亿新台币 放台风价忽然开心 但防台防灾工作也要加紧 没事别随便出门 TVBS新闻流离车里座 和流停停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